我自己也没想到 就是随手一拍的 这是以前所有大牌都付出很多的 然后引起了这么多的共鸣 核酸检测他也要去做核酸 有时候他排到我那个队的时候 他就看见是妈妈了 就能认出妈妈 那段时间白天吃核酸嘛 然后晚上如果想宝贝了 就跟他视频 然后如果想他了 还可以看看以前的照片呀 然后跟他视频他还都挺乖的 疫情稍微有缓和一点的时候 我去接宝宝了 刚见面还是很陌生的 有点不敢认妈妈 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 然后就让妈妈抱了 19年有了疫情以后 我们的医护工作指导工作 重点的开始方向有改变了 从疫情防控啊 到参与疫苗的接种啊 2021年的5月份开始 已经继续到现在 一开始以打疫苗为主 现在疫情防控以策核酸为重点 一直就被新冠疫情一直忙碌着 每个星期我们都有学校的采样任务 我学校是一周要完成两次全员复权检测的 我大概每天都要测一千来人 请eki他订阅